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星期三中午老胡受邀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先生共进午餐 中澳关系如今这么紧张 我相信现在做驻中国大使不是件轻松的事 谈的当然主要是两国关系 我说大多数中国人一直搞不明白 澳大利亚与中国远无冤近无仇 但在中国人看来澳是目前除美国之外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 尤其是澳带头将华为排除在5G网络建设之外 带头通过针对中国的反外国干涉法 在南海问题上 他作为域外国家跳得比域内国家还高等等 大使先生坚持表示 澳大利亚在做维护本国利益必要的事情 他对华为的政策与日本是一样的 他不认为澳大利亚倒向了美国 他请我注意 澳大利亚针对很多与中国有关问题的表态 与美国是有区别的 他强调澳大利亚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同时他也说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友 这一点不可改变 我说日韩都是美国的盟友 欧洲很多国家也是 日韩离中国很近 有很多现实摩擦 中澳之间则离得那么远 没有领土摩擦那种难以解开的结 澳大利亚同中国的关系应该比日本同中国的关系好才对 但现在澳中关系比日中关系还差 跟韩中关系则完全没法比 我希望澳大利亚从我说的视角进行反思 我还说很多西方国家都要面对所谓的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但澳大利亚的态度远高于西方国家防范中国的平均水平 这同样是不应该的 大使先生则不认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与欧洲国家有何不同 他还说澳大利亚舆论包括反对党 也支持保持同中国的正常关系 不错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不久前还说 澳大利亚导向美国是被舆论误读了 但当所有人都这样看澳大利亚的实际表现时 他们孤零零的发展中澳关系的口头表态又有多大意义呢 澳大利亚呢恐怕需要真正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在行动上做出调整而不是一边帮着美国咬中国 一边呢在嘴上做不选边站的廉价表态 否则的话老胡预测中澳关系很难回暖 澳大利亚呢还将继续为他不合情理的对华政策付出代价 谢谢 谢谢